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一直不被各大导演所看好 当然并非他实力不够 而是在当时的审美环境下 他的长相被定义上了一个丑字 不过在色界之后 不管是圈内还是圈外 都重新审视了他的美 有人说汤唯美不在脸 而是美在内在 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韵味特别动人 后来经过众人的考量 得出的结论就是 他有着江南女人小家碧玉的娇嫩 低眉浅笑之间的温润如水 仔细品味是越看越精致 虽然从外貌上看 汤唯算不上漂亮惊艳 但在气质这一块 有网友是这么评价的 他的气质属于无人之地的玫瑰 在这苍凉大地上 他就是那最后一朵炫彩的玫瑰 那么对于汤唯出道后 不管是资源上 颜值上 还是演技上的各种风平反转 都是在色界上映后所发生的 可以说没有色界这部影片 就没有今时今日的汤唯 虽说这部电影成就了他 但也毁了他 众所周知 色界主演的两大主角 除了汤唯就是梁朝伟 而这部影片是出自导演李安 该部影片上映后 在某伴的Top250电影排行中 位居影史226位 其段位仅次于小李子的血钻 虽然该部影片获得了较高的回报和成就 但也让男主角梁朝伟因此患病不起 而女主汤唯更是因为这部影片惨遭封杀 对于汤唯在该事件上的封杀 一直以来都是一道伪命题 色界上映于2007年 凭借口碑和票房 拿下了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金师奖 以及第44届台北金马奖 并且随后 这名导演徐克更是给予了这部电影高度的评价 并表示 如果挑一部十年前的华语爱情片 色界应当榜上有名 说起色界这部电影 虽然是2007年上映的 但至今也是影坛电影中的经典之作 时至今日也还能让观众回味无穷 汤唯在该电影上映之后 也随后一战成名 还没来得及享受色界所带来的回报 一道封杀令就随之而来 我们都知道在色界中 汤唯和梁朝伟上映了一幕尺度较大的床戏 伴随该电影的爆红 影片中的大尺度剧情就被安立上了另类名号 而汤唯也因此背负上了脱心的骂名 由于名号比较过敏 大家可以自行脑补 说起色界这部电影 其实背后的故事可谓十分曲折 这部电影的故事构造是出自张爱玲 并且张爱玲赋予了这部作品很多的心血 为了故事更加生动 富有情感 她曾反反复复修改稿件 《呕心沥血》长达三十年的时间 才将色界这部作品完成 然而正像导演李安说的那样 对于这部电影 她投入的最深也是用情最深的一部作品 从李安的阐述中我们不难看出 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下 这种富有高阶情感的作品是很难用表演的方式去释放的 这也是为什么只要是出自张爱玲之手的作品 圈中很多知名导演都不敢轻易接手的原因 因为如此高度的情感 不光考验导演的能力 对于演员的表演功底也是一种极限的挑战 当然李安也算是众多导演中 才华和水平双位再现的导演 所以李安也曾表示会将张爱玲的作品视为一种挑战 视为对自我的一种突破 也正是具有此等挑战的精神 才让李安凭借卧虎藏龙和段贝山 在导演界站稳脚跟 据李安表示 为了给色界这部电影物色最佳的演员 可谓是经历了太多曲折 最初的时候 李安认为舒奇可以担任剧中女一号 于是便前往北京找到舒奇 最初的时候舒奇还表现得十分愿意接这个角色 从舒奇的言谈中也让李安心中的大石头放下了 暗自认为这事应该能成 但没有想到的是 等舒奇看完剧本后 态度就发生了转变 直接回绝了 并表示 做不到一件一件好不容易穿回来的衣服 然后再脱掉 在舒奇这里碰壁之后 李安又想到了一个演员 她就是张子怡 不过后来却放弃了 因为李安觉得张子怡身上有一种大女人的气场 面对自己失去的东西 更是会要强的拿回来 这样的性格明显不太适合这个角色 其实在拍摄色界的时候 李安已经是一个金牌导演了 很多演员都非常渴望能够接到她手中的角色 因为从李安角色中走出来的演员 基本都算是一战成名 不过也并非什么样的演员都能够尽得了李安的法眼 在选角上李安一直都是万里挑一 对于演员的要求也十分严苛 不仅在颜值和演技上有要求 更是为了能够更好诠释角色 能够做到胆大心细 不怕吃亏 不怕流言蜚语 才能进入李安选角的备选名单之中 几经波折之后 李安想到了汤维 虽然当时汤维的颜值并不能够入她的法眼 但汤维整体的气质很符合该角色 并且在试戏的过程中 汤维要比其他女演员表现得更加洒脱自然 这也是李安选中她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虽然色界富有较高的感情色彩 但能够从中完全感受到的观众并不多见 毕竟这部影片总体上来说 并没有充斥太多的复杂情节 甚至可以说 整部电影用几句话就可以贯穿 影片中 梁朝伟饰演特务头子易先生 汤维饰演爱国学生王家之 在广州沦陷后 作为爱国学生的王家之则选择救国 而他救国的第一步就是靠近易先生 目的就是为了将他铲除掉 为了靠近他不惜牺牲自己的色相 但在铲除的过程中 风情万种的易先生 使他堕入情网 无法自拔 最后还将自己的计划全盘告知 最终让一行人被抓获枪毙 该影片之所以成为爆款 也并非是所谓的高度情感所感动 甚至可以说 如果影片中没有汤维和梁朝伟的激情戏 该影片很难拥有现在的成绩 当然如果是有真正看懂该部电影内在的 相信就可以看出 除了那些吸睛的激情戏以外 该影片其实还有内在的不简单 不然也不会在上映后拿下诸多的国际大奖 冯小刚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 并称这并非是一部简单的爱情片 李安他有着更多的艺术追求 再则按编剧王惠玲表示 在拍摄该影片的时候 不管是从原著的改编 还是对演员的塑造和指导 可以说每一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卖力 甚至为了拍好一个细节 面对几十次的重拍 他们都毫无情绪 非常配合 作为女主的汤维 更是将以往的自己放空 融入到王家之这个角色当中 关于王家之身上所要具备的优雅 穿着风格 礼仪 才艺等等 汤维更是日夜操练 进行了长达七天的魔鬼训练 艺术导演只负责给汤维一个方向 而导演李安负责给汤维角色的灵魂 其余的东西都只能依靠汤维去诠释 显然在该部影片上映后 他所塑造的王家之 就像是从小说中走出来的一样 那么生动 那么应客 至于男主梁朝伟 可谓也是为这部电影付出了太多 为了更加符合小说中的那个易先生 不惜牺牲偶像的形象 在短时间内让自己的体重急速下降8公斤 为了迎合角色 也丝毫不顾及自己帅气的形象 甚至发际线都被节目组给丑化了不少 在拍摄完之后一度还传言 梁朝伟因体重的超负荷减量 引发了身体一系列的不适 还休养了好一段时间 当然赋予该作品最多心血的 还得当属导演李安 尤其是对易先生和王家之情感器的拍摄 李安更是拥有多个不眠之夜 哪怕就一个小细节没有到位 李安也能够做到将此重拍十几遍 几十遍 当激情戏拍摄完之后 演员梁朝伟和汤伟 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 几乎处于崩溃的状态 甚至两位主角拍摄结束后 都抱头痛哭 后来梁朝伟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说 当时拍摄色界的场景 现在都不敢去回忆 都有心魔了 只能说当时剧组的每个成员都豁出去了 当然 倘若色界没有背后这些心酸的故事 估计这部电影也就不会在影史榜上有名了 不过不管该电影究竟输出的价值何在 但整部影片中最为突出 也让观众记忆犹新的莫过于梁朝伟和汤伟的激情戏份 对于外界对此所提出的质问 导演李安也曾回应说 没有那三段戏 色界就不叫色界了 色界这部作品不管争议如何 对于李安而言也是作为导演的自豪 对于演员汤伟和梁朝伟来说 也算是为自己证明 也为影史留下了一份经典 但在该影片火爆热度退潮之后 圈内圈外对于影片中的激情戏画面争议越来越大 在负面舆论的强压下 广电总局的一道封杀令悄然而来 届时汤伟一夜之间从神坛跌落谷底 事业停滞不前 汤伟的野蛮逆袭更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要知道他在色界之后 不仅面临封杀 面临事业的崩盘 也面对了来自全网各网友的谴责 在如此恶劣的状态下 他竟然能用三年的时间 完成演艺事业以及形象的逆袭 在晚秋之后 更是被坊间誉为国民女神 也不知道他的这种神秘逆袭的力量 是来源于什么 并且直到2020年3月 确定出演金泰勇指导的电影《仙境》 同年10月 确定出演朴赞玉导演的电影《分手的决心》 片中饰演女主角徐来 如今她在娱乐圈的咖位 可以说是妥妥的一线演员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雨姐的话 别忘记点点关注哟